同學願意上台 來協助我們四張的朋友用台 這同學舉得很快 很有愛心 那請你 好 這位同學請你邀請 你的一位夥伴好不好 若學單哥需要兩個人 找你那個班上感情最好的同學 好 請到台前來 好 兩位 來協助我們四張的同學 來 謝謝 剛才首先 率先舉手的各位帥哥 來 怎麼稱呼你 徐堯 徐堯 你好像在學校人員很好 大家都認識你 徐堯 來 這位你的好朋友是 郭宥辰 宥辰是不是 郭同學 這個 郭宥辰因為是協助他 所以你是兩個搭檔 所以你必須要來 來扮演四張的朋友 請你要把眼鏡拿下來 戴上這個眼罩好不好 好 暫時呢 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好 那陸堯大哥 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以前呢 我不知道怎麼寫出四張的朋友 譬如說四張的朋友在走路呢 我都以為要像老太太這樣搭扶著他走 事實上不用 你只要借給他你的肩膀 對不對 好 郭同學 把你的手搭在我們需要的這個肩膀上面 沒腳厚了 一個單肩就可以了 好 那麼你帶著我們這位郭同學呢 這個步行到舞台的另外一邊 來就我們的餐廳座位做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協助適當的朋友用餐 來 協助他 搭著他的肩膀 看起來是還不太很適應的樣子 好 耐心的協助他 請他坐好 不錯 真的沒鋼琴 不錯 看得出來 好 來 往前坐一點 好 來 又要坐下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我們工作的同仁 來獻上非常精美的餐點 這次我們請這個老師呢 我們剛才特別去肯德基買的 熱騰肯德 郭同學已經聞到了香味了 居然 你打算怎麼來協助郭同學用餐 你現在打算怎麼做 你要夾給他吃嗎 你要夾給他吃喔 那郭同學你想要怎麼做 他會 我想要他會 我就祝他們的感情 好 果然沒想到 好 那敏群大哥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事實上呢 我們碰到適當的朋友 其實喔 跟我們一般朋友一樣 那個尊重是很重要的 就是呢 你必須要先問他 你打算怎麼用餐 然後呢 要告訴他 這個餐盤裡面有什麼東西 來 請我們需要介紹一下餐盤有什麼東西 有薯條 然後兩塊炸雞 然後一些雞米花 好 有薯條 有兩塊炸雞還有雞米花嘛 那如果你要更精確一點呢 譬如說現在是個圓盤子 我們就可以告訴這位同學說 在六點鐘到九點鐘方向是薯條 三點鐘到六點鐘方向是雞米花 然後呢 前半部呢 都是兩塊很大的炸雞 不過剛才郭同學已經提出請求了 因為我認識的是當朋友 他們通常都要自己吃啦 因為他們都很獨立 但是我們郭同學已經要求說 需要 需要來餵他吃 所以你要問他想要吃什麼 你來餵他 好不好 給我吃什麼 OK 全部好了 先吃一個就好了 那你先餵他吃雞米花好了 比較容易 這個 我拿這樣子餵你 好 餵他吃雞米花 我餵你吃雞米花 然後 比方說 啊 好 等等這個郭同學 細細的舉嚼一下 慢慢吃才會消化 這樣非常謝謝老師 我們特別那個 剛剛才從本德基買回來 熱騰的雞炸雞 來 郭同學覺得好吃 美味可口嗎 超好吃 好好吃 很好 來 把你的銀罩拿下來 好 所有的炸雞還有薯條跟雞米花 請兩位同學拿到台前 繼續慢慢的享用 來 謝謝你們 好 我們還要送給他紀念品 來 謝謝 來 代表接受 希望大家都能夠回到你的生活 當中繼續幫助這些適當的朋友 或其他適當的朋友 謝謝你們